2022-23赛季迎超联赛第22轮 切尔西0-0平复勒姆 值得关注的是 1.21欧元标王恩佐 Ansel 加盟切尔西后的首场比赛 表现惊艳 全场除了力宝成门不失的凯帕 Kipa Orisbelec 蓝军表现最好的当属恩佐 首秀就先发上阵 踢满全场 切尔西本场比赛的威胁进攻 基本上都是恩佐策动的 第32分钟 恩佐在中圈附近 送出一击精准的长船 让盲特 Mason Mount得以带球突破到 禁区横传中路制造杀机 只可惜 把副资Kai Havertz临门一脚 欠吹火后 浪费破门良机 第72分钟 恩佐在禁区外还尝试远射 只可惜运气烧差 球偏出左侧立柱出底线 赛后数据显示 恩佐传球成功率85% 有过一次关键传球 6次成功长船侧动 12次对抗有9次成功 3次关键解围 6次成功抢断 此外还有一脚射门 整场比赛下来 恩佐的存在 切尔西进攻有条不紊 防守也十分到位 若非队友配合度不够 限制恩佐向前的能力 他甚至能够给蓝军带来一场胜利 切尔西主帅波特 谈到恩佐的首秀 我认为表现非常出色 比赛很艰难 你可以看到他的实力 以及他将为球队带来什么 这对他和我们来说都不容易 因为他加入时间不长 我想你会看到他能有多好 能对球队产生多大影响 所以对他的加入而感到兴奋